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餐饮业今天从唐食改成外卖 它基本上我们看到的一个现象就是说它的需求基本上没有改变 需求量可能有高有低 可是需求量大家愿意到餐厅去吃饭 或者在餐厅买东西回来吃的需求量它是高高低低 可是并没有说变成零 所以这个demand is unchanged 就是它没有改变 这个在孙子病房里头也提到 等一下我提出来给大家看 就是说因为这个需求并没有改变 所以你今天你在经营这个餐饮业的时候 你要调整你可能要做的事情 你要调整你的外卖的数量 那这个外卖数量很多 我们看到也有很多公司 也很多餐饮业 在这个时候它的外卖 甚至超过了它原来的营业量 那我举一个例子给你听 我上次去教会 我看到教会在那发水饺 送水饺的公司来 大家在外头等 这个教会发水饺很好 那一个人就发一包 然后这个发水饺的牧师呢 就跟送水饺的这个 就说你有没有菜饺 他一下就拿出一把出来了 分给大家 分给大家呢 结果一看 它不但是有水饺 也有包子 也有锅贴 也有煎饺 也有各式各样的菜单都有 那他说他开始这个行业才几个月 所以呢 有些人在这个时候呢 他反而找到一个契机 那只是说 今天那个需求不变 而是说我们那个 distribution method 就是说这个配销的这个管道改变 也就是说 他要透过不同的管道 来把这个 他原来的产品 或者原来的产品 或者原来的服务 透过不同的管道 要发出去 那至于说 现在大家讲说 哎呀我这个要跟一个外卖平台合作 那很多外卖平台 也都是在这个时候成立 也是最近这个疫情的时候才有 你看中国的一些外卖 它甚至上市 变成上市公司了 很厉害 这些都是因为 现在这个疫情发生 而产生出来的新兴行业 那我们现在讲说 广告费用增加 平台佣金增加 我利润不高 那这个时候 每一家餐饮员呢 必须自己做成本的调整 有些时候 并不是说你不能涨价 你如果说你比较以后 比的价钱以后 你说 我的东西 东西的确比别人好 我就可以涨价 我在打个比方 我的小孩 他们喜欢吃日本料理 那他们就去买日本便当 以前的日本便当 大概二三十块钱 很好的就不错了 现在他们的日本便当 涨到八十块钱一份 照样有人买 因为有些人说 哎呀我吃烂七八糟的东西 吃太多了 我要买一个好一点的食品 那现在这个日本便当 做的这么漂亮 八十块钱 他也买 我举这个例子 可能不见得就是 适用是每一家餐饮店 可是我要讲说 在这个时候 每一家应付的 都是你自己的磨略 就是我们上次 在这个孙主兵法里头 提到的这个磨略片 这是他的第四篇 军行片 他说不可胜者手饮 可胜者供饮 这句话真的是很有意思